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2023年谈通过投资移民快速拿到美国绿卡和解决身份问题 那如果你们看过我们此前的这个视频和文章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过去呢很长时间 虽然我们一直在关注投资移民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并没有建议大家办理投资移民啊 那么现在为什么又有一些变化呢 那这个事情不能克周求见,对吧 有的讲说你一年前说要卖掉股票 现在怎么又说要买了 那这个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啊 那我们知道呢最近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移民排期 然后呢美国移民局说不管采用A表B表呢 最近一段时间呢都没有前进啊 处于停滞的状态 那么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较快的拿到绿卡 没有排期呢有几种 一个呢美国公民的配偶父母啊 像这样immediate relative 这个一直都没有排期 还有呢绿卡持有人的配偶没有排期 还有呢就是EB5的特别的类型 赛特赛的像这样的没有排期 其他类型的呢包括EB1等等都有排期 所以呢那如果说你现在办理EB5投资移民 优点呢就可以同时提交526和485 这样呢就可以马上解决身份问题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会给大家讲一些有用的信息 而不仅仅呢是marketing的内容 EB5投资移民适合什么样的人呢举例来说 那美国的留学生毕业以后啊如果说啊一时没有其他的合适的签证身份可以办理 现在在美国还是有几十万中国留学生 那每年呢通过职业移民拿到绿卡 比如说EB123类别的呢 只有1万多人 那每年新来美国的留学生数量也有10万人以上 那怎么办呢 当然有不少人回中国了 但是呢想要留在美国的 比如至少应该还是有一半以上 所以呢这里还有一个需求和这个绿卡供给的一个矛盾 对于符合条件比如说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家里有这样经济条件的人可以出资 或者呢由父母或者是这个在上学的留学生子女自己作为主体来办理这样的EB5的投资移民 还有什么样的类型呢 比如说有的人他子女在美国读中学 父母呢希望能够陪读 像这样呢如果办EB5投资移民 父母就可以较长时间待在美国 现在呢一些人通过B签证暂时的解决说待在美国的问题 这个不是长久之计B签证延期呢有一定的时间限制 那同时呢办了美国绿卡以后呢 对于孩子在美国继续求学生活就业事业发展啊都有很多帮助 还有什么样的类别呢 比如说有的人原来在美国的大公司工作 IT大厂Google Facebook等等地方工作 后来呢因为最近的情况变化啊 他有这个工作变动啊失去了签证身份 如果说他有这样的经济条件 那么就可以同时提交i526和i485解决身份问题 还有什么样的呢 比如说在中国的成功人士 我们最近看到网上的消息说 在上海有一千万人民币资产的都算是穷人啊 那么当然这个呃人各有制度啊也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啊中国随着经济发展 那么很多人呢较多的投资款 但是呢现在在中国投资渠道也有一些限制 从这些方面来说呢 有条件办EB5的人还是很多的 过去一段时间因为一个是排期问题 另外呢EB5项目的一些不确定性 所以呢有一些人就没有办这个EB5的投资移民 但是现在呢从过去几个月情况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我们知道呢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立法 这个abandonment 然后呢现在呢有这样所谓叫set aside 特殊的保留的绿卡名额 投资移民如果说投资在所谓高失业率的地区 或者乡村地区 或者其他的基本建设的这样的项目 那么就可以不用排期 现在已经有若干的中国人呢 用到了这种形式 已经提交了485啊 没有遇到问题 现在投资款呢需要80万美元 但是呢根据我们的了解 我们调查的一些投资项目 现在呢先出资一部分 然后过后再补齐这个投资款也是可以的 是移民局允许的 另外呢这个投资款啊 现在不需要完全是现金形式啊 如果是来自于住房升值 甚至在中国的住房抵押贷款都是可以的 这样呢就给很多像前面提到的 在美国的留学生啊 不管是读大学研究生还是中学的 以及在中国的成功人士 其他人等等带来了很多便利 实际上呢我们律所在此前也帮助一些人取得了1B5的绿卡的批准 但是这些呢基本都是排期比较早的啊 过去在2015年以前的啊 那么啊我们和他们合作呢顺利的拿到了485的批准 但是呢那现在前面讲到现在呢出来的新政策可以不需要排期 这个呢对很多人来说呢是一个利好消息 但如果你有合适的资金的条件 那么律师会为你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们可以调查项目提供更多的信息 帮助申请人准备资金来源 以及这个资金投资款转移到美国链条啊 这方面的相应的证明 然后呢帮助申请人分析区域中心 以及项目的优缺点 风险投资回报啊等等这些方面 那我们知道呢很多申请人做出这样的重大决定以前嘛 可能有更多的问题 这样呢也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提供这方面的咨询更多的根据申请人的需求 提供这方面的服务 举例来说据我们所知啊 现在呢在纽约整个呢 大概纽约市基本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算高失业率地区 就可以适用这种保留名额的啊 这样的1比5的绿卡申请 那么根据我自己的感觉 现在呢在纽约经济发展啊 以及这个房价啊 应该说呢还是有较多的机会 我自己的孩子在MIT读书 以及他的同学们 很多呢在毕业以后 或者在上学期间都有异象呢 在纽约工作啊 那么我们看到呢 现在在年轻人中啊 这方面做金融工作 或者在金融机构做IT工作 或者做其他专业工作啊 这个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那我的孩子在波士顿地区上学 据我所知呢 波士顿大概有全美国最多的外国留学生 其中呢有很多啊 中国家长送孩子在美国的名校 经商或者说买房子啊 都要多所以呢 大家经常听到说 有的时候1比5过去说啊 这个项目出了什么问题 那么所谓叫狗咬人不是新闻 人咬狗才是新闻 对吧 那这个出问题的呢 有的是一部分 但是呢 根据我们自己的建文 包括现在住在我们社区里 算是相对来说 比较好学区的这样的社区吧 就这一条街上 来自中国的通过1比5 取得美国绿卡的人数量就有不少 那么我们一直关注这方面的信息 最近呢 也联系了一些这方面的区域中西啊 这个研究了一些他们提供的项目 据我们感觉呢 当前面提到 如果说在纽约啊等等大城市啊 做这样的房地产啊等等方面的投资项目 相对来说呢 更成熟一些 应当说有更多的机会 那么申请人所关注的呢 一般就是说风险怎样啊 流程是什么呀 需要多少费用啊 什么时候能够返还投资款啊 那么需要签订什么样的文件啊 怎样证明个人的资金来源啊等等 那么这些呢 当然根据每一个人具体情况啊 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可以联系我们律所 那像前面讲到呢 我们一直关注啊 这个1比5投资移民方面的问题 那这个风水轮流转 根据我们的观察 根据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呢 因为立法的变化 现在呢 1比5变得比以前更有吸引力 我们自己的多年的经验呢 是某些项目呢 在刚出来的时候呢 相对来说会宽松一些 批准的速度也快一些 比如说 普尔玉利卡 一开始的时候 有很多人 只要一个星期到一个月就批准了 那后来就越来越长 现在呢 可能就要好几个月半年等等啊 那么类似的呢 其他的也有这方面的情况啊 那么申请人如果说啊 这个符合其他类别当然好 但是除了这些以外啊 我们也经常收到很多申请人的联系 说考虑要办投资移民 或者呢 有一些人了解到了最近的情况变化 那这方面呢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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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